法律法规是为公共秩序服务的 但是归根结底离不开一个情字 吉林长春赵女士的母亲在本溪市打工时遇到了车祸 被120急救车转运到沈阳抢救 作为家属赵女士需要赶到沈阳的医院进行数前签字 但是由于事发突然 赵女士出发前根本来不及做核酸检测 这可怎么办呢 3月8号凌晨 沈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北战大队 在猪尔屯高速口执行时 接到来自吉林省赵女士的求助 她的母亲在中国一大附属圣经医院 做手术急需家属签字 因事发突然 赵女士未做核酸检测 按照现行防疫政策不能进入沈阳市 交通执法人员立刻联系了沈阳市的卫健部门 经过我们紧急磋商 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 启动了应急转运程序 以最快的速度引导她到一大二 履行她签字手术的这些事情之后 又带领她回到了猪尔屯站 然后既做到了安全防疫的同时 也尽可能做到了以人为本 整个过程由交通执法队员 驾驶交通执法车辆作为先导车 引领赵女士乘坐车辆 往返猪尔屯高速口 等待核酸检测报告阴性后 赵女士重新进入了沈阳市 我们是穿着那个隔离服 就是那个口罩是那种按防疫防护的 全程 然后尽量减少跟她的接触 她是乘坐她来的车辆 我们也不让她接触其他任何多余的人员 然后全程单独引导她到那个 一大二去办理这些事情 感谢她们的通融 感谢她们就是能够出动车 来防助我来签这个字 要不我妈妈现在没法做手术的 现在已经反正还在抢救中 但是呢已经比以前乐观多了 记者同号刘超报道 请多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打赏